哈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电影《死士》 男主阿呆是个退伍军人,靠杀人为生 一天,他碰到了女主波妹 两个人一见钟情,很快就同居了 但不久,阿呆就发现自己得了癌症 不知道哪天就会死 舍不得波妹的阿呆只好找到了变态医生 让他将自己变成了一个拥有超能力的人 这样他就不用害怕癌症了 阿呆虽然不用死了 但是他的脸却变成了一副怪人的模样 十分丑了 阿呆本来想去找波妹 但是因为自己的脸十分自卑 于是他决定先找到变态医生 让他把自己的脸变回原来的模样 在寻找医生的路上 他不断地杀人,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死士 并且做了一套红色的衣服每天穿在身上 另一边,曾经差点被阿呆杀死的变态医生 也想找到阿呆报仇 于是抓住了波妹来要挟阿呆 但最终阿呆还是打败了变态医生 就在他想要杀死变态医生的时候 来邀请他加入X战警的大体人 劝他不要杀死自己的敌人 但阿呆还是开枪了 最后阿呆终于见到了波妹 两个人幸福地开始了新的生活 本片中有很多的暴力,血腥,色情的镜头 而且男主阿呆自带吐槽属性 观看起来也十分有趣 顺便问一句 如果让你拥有超能力 但是会变得和阿呆一样丑 你愿意吗 好了,感谢收看,再见